因为我们不用太多 所谓的变更一层 因为今天大家都知道 这个媒体的报道都在讲 校园霸凌的事情 今天部长来了 根据以前我们以往的经验 根本就不会谈其他的 部长来当然就是问霸凌 这跟这个变更不变更 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问他 可是现在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今天大学法的修正 其实那个也蛮简单的一个条文 也很简单 也许每个委员他的重点不一样 所以可不可以就合并处理了 问这个跟问这个 跟这个处理都是一样的事情 你如果说广委员说不行 那大家征求大家同意 两个 一个是只准问霸凌 不准谈阳明医院跟大学法的修正 这就叫变更一层嘛 就今天全部从头到尾 就讲霸凌 校园霸凌的事件 是不是 这是完全充分完全变更一层 就完全决然不谈 也不处理大学法的问题 跟这个阳明医院 这个书面资料 是不是解冻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就是 我刚才讲的 其实有委员上来 各取所需了 可是很多 我相信今天委员重点 都是会在问在霸凌 那是不是也等于 实质上就等于是 这个在关心校园霸凌的事件 我是我这样一个建议 那就三方面都能够顾到了 我请我求是说一下 那个人 不愧是说一下